所以英语它不是一项学科了 它已经变成一种带着走的能力 但是很多人只说我会说英文 但是不要忘记语文 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代表 除了语文之外 我们去如何的融入到文化里面 我们如何把话说得更道义 也就是从发音 从腔调 我们如何去融入 更重要的 我们在用的能力部分 我们应该怎么跳脱 我们应该怎么改变我们的想法 支笔测验 真的 不是英文的主流 那是台湾 某种很特别的一项产物 它真的抹杀了学语文的乐趣 但是我们没有能力 去扭转这样的一个趋势 但是至少 我们应该在观念上 做一个理解 我们今天 学英文的目的到底是在哪里 所以今天我们要感谢 有这样一个机会 让大家去更了解 英文它的乐趣在哪里 也希望大家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 英文绝对是一种能力 它绝对不是一颗学课文 我们希望几年的英文学校来 我们将来能够走遍全世界 不需要 不用怕 好好的 为我们自己的未来 破产关明的一天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 来到学校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学习 我们是以热热烈的掌声 代表我们的心音 谢谢大家